说这个是干嘛,这个是CLS3的浏览器前缀,这个是干嘛的呢? 实际上我们前面写的那些样式怎么样,实际上都需要加一点前缀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完整的样式的话,需要加上什么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Transform怎么,Rotate吧,还需要写上这些啊 写上这些之后实际上才能接融,是吧,人家才能接融 比如说第一个MS是什么,接融这个,这个什么,IE的是吧,IE高版本的,D版本的是吧 然后WebKit的话,这是接融什么呢?这个Chrome浏览器和什么呢?Sephori浏览器,是吧 然后这个是接融Opera的,是吧,接融Opera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接融什么呢?火壶的,是这样的啊,是吧 那么的话这一二三四五总有什么,这五种吧,是吧 这五种,是吧,怎么说呢,是吧 总有一款适合你,是不是这样的啊 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那么你这个不行,你就用这个,是吧 这个不行,用这个啊 最后都不行的话,用这个啊,总有一款,什么呢 就是可以什么,让你接融啊 好,那么这个接融的话,那么到底我是写多少呢? 那么有些样式就不用写了啊 有些样式属性就不用写这些了 直接写它,这样写就可以了,是吧 好,有些的话只用加一两个 比如说很多的话,大部分的话是加webkit就可以了 有没有,加webkit啊 那么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属性 如果你测试的时候不接融啊 你加一个webkit就可以了 加个webkit 其他的这个东西就不用加啊,不用加 好 那么是这样子,是吧 所以说我们一个完整写法应该是什么呢 接融的话,先写个transform啊 先写一个webkit的transform,然后再写个transform啊 这个就做了全接融啊 那么这个加的这个过程的话怎么样 加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用什么,还是用自动化工具方法完成啊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记,是吧 你说你这个属性到底要加多少啊,是吧 加几个啊 比如加两个,加三个,是吧 好,那么的话,用哪个呢 有一个自动添加楼栏器前队的一个插件啊 装这个插件就行了啊 这个插件叫什么呢 Auto Prefixer啊 那么大家怎么装呢 装的时候怎么呢 这样装啊 还是这个preference里面有个package control吧 package control啊 然后的话点这个什么 Install Package,是吧 Install Package,然后出来之后的话 输入这个Auto 什么prefixer,是吧 Auto Prefixer啊 好,这个的话有时候网络问题啊 它半天跳不出来啊 好,你装好这个之后啊 装那个Auto Prefixer装完之后,是吧 装了这个之后啊 装了这个之后的话 那么在这个里面设置一下它的快捷键啊 设置它的快捷键 设快捷键 然后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设置什么呢 最近的七个版本 是吧 最新的七个版本的这个 兼容性 兼容的情况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什么缩 缩净美化属性值啊 好,还有一个什么 remove 去掉不必要的前缀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前缀 现在不需要加了 那么就去掉这个 是吧 好,看一下出来没有啊 这个里面出来之后 收入Auto Prefixer 是吧 Prefixer啊 因为我这个已经装了 所以没有了 是吧 Prefixer啊 Auto Prefixer 装完之后怎么样呢 装完之后呢 你就有对来的一个插件 这样是吧 是有这个插件的啊 好,这个插件之后 我再演示一下啊 那么装完这个插件之后 还不能用 要用的话 还得装另外一个东西 装一个什么呢 load.js啊 load.js 那么load.js的话 我昨天发给大家了啊 这个安装相关里面 有个什么呢 load吧 这个load 这是针对Windows的啊 这个是Mac系统的 这个安装包 这是Windows的系统安装包啊 还得装它啊 那么装这个的话 这个load的话 我们后面还 讲ajust会用到啊 那么大家把这个安装包保留了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 客户也装一下 装一下这个 那么试一下啊 这个我们讲了架势的时候 通过它来模拟一个服务器啊 通过这个用load来做的啊 load是个什么东西呢 load就类似于一个后台的开发环境 就类似于你们的python啊 load的话 它也是一个后台语言 这个后台语言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它的语法跟GS是一样的啊 可以这么说 它是运行在后台的JavaScript 就是我们马上学的GS吗 它的运行在后台的一个GS啊 那么类似于python是吧 或者类似于php啊 这样一个啊 好装上 你把这个装上之后 我们这个东西才能用啊 这个东西才能用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怎么用是吧 那么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新建一个CSS啊 好 大家的话就是可以什么呢 在课后再去试一下啊 这个也不是太重要啊 不是太重要 如果说你不建筒的话 你加个webkit 那就可以了啊 加个webkit 加这一句就可以了啊 好 我来演示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插件装成功了 这个load也装完了是吧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什么呢 好 假如我这里面有个 是不是有个Test的这个CSS啊 好 好 那么的话这是这个Test的CSS是吧 好 我再新建一个吧 比如说 拿一个Test02.CSS啊 把它存一下啊 好 保存是吧 保存完之后 然后我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box是吧 好 我写到了CS3的属性啊 怎么还是CS呢 好 来 来 CSS啊 好 再把它打开一下 这个CSS是吧 好 然后的话 假如我要写一个box的这个属性啊 box的话 那么它的什么呢 我写CS3的属性啊 CS2的 那么前面学的CS2的是没问题的 CS3的假如我写一个什么 Transition是吧 Transition 这是CS3的吧 Transition啊 Transition讲的时候是拿一个all什么呢 1秒钟 Ease 这是限3的属性啊 这是它的过渡的动画吧 好 再写一个什么呢 Transform 这也是限3的属性吧 Transform啊 然后是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Rotate吧 是吧 Rotate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45度吧 45DG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是吧 但我的样式全部写完之后 我再执行那个命令啊 执行这个什么呢 我之前设了这个快捷键的是吧 这个里面啊 这个快捷键啊 快捷键的话 那么是在这里设是吧 这里面有个key binding 是这里啊 应该是这个 是key binding里面啊 Transition是一个key binding里面是吧 我是不是设了一个这个 这个啊 那么你加上这句就行了啊 这个key是吧 这个吧 这是 就是敲这个就可以了 是吧 Ctrl Alt加X是吧 设完之后 然后在这个里面来 按住什么呢 按Ctrl Alt加X 大家看一下啊 Ctrl Alt加X 是不是有了啊 是吧 看一下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他只是只是帮我加了webkit吧 加了webkit啊 是不是自动帮我加了webkit啊 是吧 这个webkit啊 就是说这个兼容信息法 就这么写就行了 是吧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只有webkit啊 没有其他的吧 没有其他的就表示 其他的就不用写了 比如说这个ms啊 这个o啊 就是他已经不用写这个 就可以兼容了 明白没有 就直接写webkit就行了啊 大家如果不兼容的话 加个webkit的 实际上就差不多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是吧 只不过我装的这个插件怎么样 它是可以兼容是吧 可以帮我们自动的写上去啊 好 这是这个功能啊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